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7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潘石屹逃命 剑脉SOHO中国 那么先讲新闻 6月16号晚间SOHO中国发布公告 黑石集团发出收购要约 那么142.81亿港元现金收购潘石屹夫妇 持有的54.93SOHO中国的控股权 交易完成之后,潘石屹夫妇保留9%的股权 那么潘石屹和张鑫就是他太太 完成交易之后就会退出 SOHO中国董事会 那黑石集团将会向董事会提名新的执行董事 那SOHO中国在公告中说,黑石集团对 中国长线经济发展以及北京上海的房地产市场 充满信心 那么此次收购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 SOHO中国呢 他的核心资产 八个 八个项目 就是北京上海的写字楼的八个项目 这八个项目是这样 北京四个,上海四个,北京是望京SOHO SOHO 光滑路SOHO,利泽SOHO,前面大街项目 上海是SOHO复兴广场 外滩SOHO,SOHO天山广场 古北SOHO 八个项目加在一起 78.5万平方米 那么 潘石一出售,他在中国的资产已经卖了两年时间 那么这一次 等于是他就脱身了 脱身中国市场 那么 这个交易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谁呢 叫炎炎,炎炎是2018年,炎炎是原来SOHO中国的总裁 他在2018年4月 去离职,去了哪里 去了黑石集团 就是这次收购 SOHO中国的这个集团,黑石中国宣布 任命炎炎作为这个黑石公司 亚洲房地产部的董事总经理 那么 到了2019年,2019年11月 然后就出来,市场就传出消息 说呢这个 这个 收购中国准备卖掉 他的八个核心资产,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八个核心资产 交易对象是黑石集团联合 和新加坡的GIC公司成立的买方,那么估值 500亿 八个项目估值500亿 但最后这个消息没有成事,2019年的时候 到了去年3月 去年3月这个 黑石和SOHO中国又开始谈 开始谈 那么黑石集团以美股6港元 提出要约 准备私有化SOHO中国 和这次版本不一样 这次版本是SOHO中国仍然保持上市公司地位 保持上市公司地位呢,然后就是 只是 潘石屹跟张鑫夫妇出售他们的控股权地位给黑石 那么实际上黑石是入股 这家上市公司 那么去年的3月呢,实际上呢 黑石是准备私有化 SOHO中国,私有化就去取消他上市地位 那么当时是6块钱,出价是6块钱 私有化 那么到了2020去年的8月份 那么SOHO中国公告 说要约期结束 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也就是说 潘石屹6块钱不卖 那么到了今年的3月 3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发生了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 发布通告说近期 新闻媒体报道,捍卫国土戍边官员官兵的英雄试迹后 有群众向警方举报 依新浪用户 曾在2020年,就去年6月23号 在他人微博评论区发表 造谣诋毁英雄烈士的言论,造成严重恶劣的社会影响 经警方核实 该微博用户潘某 然后男30 于2020年2月2日离京后一直在境外 目前 海淀公安分局已经依法对潘某 刑事拘留 对其展开追逃 就是网上追逃 再次 警方敦促其尽快回国接受调查处理 然后说对于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形式侵害 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 损害公共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警方将依法坚决于打击 这个潘某是谁呢 这个潘某就是潘毅的儿子 潘瑞 潘瑞是 潘瑞是潘石屹和他第一任妻子的 孩子,他是90年9月4号出生 曾经在 英格兰的名校华为大学读工程和商业管理 世源是2020年的6月 中印双方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了中印双方的军队 发生肢体冲突 双方都有人员伤亡 那么 但是中方没有公布过他的伤亡的人数 然后6月23号,潘瑞在他的微博 就是 其实他不是 他应该是 发了一段话说 听说至少有一个营被印度活埋了 好像没机会添葬 他是给别人一段留言 这段留言呢 其实当时就没啥 后来有人追问他,他就没回了,就写了一段这样的话 然后到了今年的2月19号,中国军方就披露,说这个加勒万地区 中光死了一个军队,是一个团长,然后三名四兵牺牲了,牺牲了一个团长 和三名四兵 另外还有一个团长 负重商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司马南,就是网络垃圾司马南 司马南就开始咬了 他就在他的微博,他先发了一段微博 然后再专门发了一段文章 他就说,说短短三天 三人被拘 两人是刑拘,一人刑拘 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 他就说 为什么,可为什么百亿富豪之子 潘石屹的儿子潘瑞,造谣我军至少一个营被印度活埋 却能逍遥法外,甚至连个公开道歉的声明都没有 这是三月初 就是所谓的 公安分局的举报 就应该是司马南的这个不断的在咬 咬潘瑞 于是就有了 海淀公安分局网上追逃的这一幕 那么今年三月,潘瑞被北京公安网上追逃,这件事情 对潘石屹夫妇出售SOHO中国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外人无从猜测 但是你从价格上可以看出 潘石屹夫妇的心态 那你想一下,2019年 SOHO中国和这个黑石领头的这个财团 他不是出售上市公司,是出售上市公司的 核心资产 八个项目 当时作价500个亿 没谈拢 没谈拢,但是500个亿的价格标的是在这里 到了2020年的3月,疫情爆发 疫情爆发,黑石又开始谈 谈私有化,私有化代价会比较大,因为你要收购整个上市公司 但是私有化的代价也没那么大 少了很多 当时的出价是什么 当时的出价是6港元 总代价是236亿 谈了半年 潘石屹不卖,觉得价格低了 结果这次成交是多少 最终成交是 5港元 5港元还不能全卖,只卖掉了控制性股权 潘石屹他们还留了9% 留了9% 潘石屹肯定是要全卖,要卖就全卖,他留9% 是肯定是黑石屹要求,你不能全卖 你得留点 结果卖成交是多少 142亿 142亿 比5块钱比6块钱少了 少了1块钱 少了1块钱,那就少了20% 那你想想看,差别很大 你翻过来谈 这本来是一个五六百亿的项目 最后成交 最后成交 最后潘石屹卖出多少钱 卖出120亿不到 如果从交易的角度来说 这个潘石屹卖SOHO中国卖得太烂 卖得太烂 判断失误 先是判断失误,然后你最后是 最后是6块钱不卖5块钱卖 然后潘石屹精明了一辈子 在最后在最重要的一个交易上 这太失败了 不过 我们不能完全这么讲 为什么 如果你从潘石屹网上追逃这件事情来看 那你可以理解 潘石屹不是在做交易 潘石屹是在逃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所以 潘石屹逃命 黑石捡了个便宜 但是黑石捡这个便宜对潘石屹来说 也是个人情 等于救他一命,如果黑石不接盘 当然你说有没有其他人接盘不好说 但至少 黑石帮他接了盘 接了盘他就逃命 那潘石屹就用这种方式 从中国房地产市场 全身而退 不容易 也不简单 说明了潘石屹的谨慎 潘石屹的谨慎 非常有名 我们讲讲潘石屹,潘石屹是甘肃人 那么63年属兔 大学毕业之后他其实还挺好,当时是分在 这个河北廊坂,就是北京京郊 石油部的管道局 工作还挺好 部级单位 88年 海南建省 当时应该有30万人冲到海南去 这个淘金 潘石屹也去了,潘石屹就辞职下海 当时敢辞职下海的人 都不是一般人 都不是等钱之辈 那么到了海南 91年的下半年 潘石屹结识了冯仑 王公权 刘军 王启富 易小迪 他们加在一起六个人 创立了海南万通 那么海南万通在92年 他们已经赚到了人生的第1个100万,92年很厉害的 相当厉害 然后这六个人后来被称为万通六君子 在各个行业都是响当当的人 都是 然后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潘石屹听说 海口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到50平方 北京当时只有7平方 海南要出事 于是他们就 撤 去北京 去北京发展 万通 从海南 回北京 对冯仑来说是回北京 对潘石屹就不是去北京 认识了谁 潘石屹认识了任志强 所以我们要讲潘石屹 就要讲任志强 当时 潘石屹是万通的总经理 冯仑是董事长 冯仑认识任志强 就跟这个 他们当时 万通到了北京,没有地 没有地 当时的任志强是华远的总经理 华远总经理那就跟华远是国企 手上有地 万通就跟华远买地 然后谁去谈 冯仑认识任志强 让 这个总经理 潘石屹是万通的总经理,就去找这个 任志强 任志强上来就嘲笑 奚落潘石屹 说你连什么叫七通一坪都不知道 你搞什么房地产,七通一坪上水下水,道路电信燃气电力供热 七通一坪 场地平整,七通一坪 七通一坪叫什么 什么意思,七通一坪就是 这块土地已经成熟了 可以盖房子 就七通一坪 做什么房地产 当然这个潘石屹是 潘石屹是个非常能够 就是跟对方 勾兑的人 那当然 这个没关系 所以奚落就奚落,你看在很多公众场 任志强经常奚落的潘石屹,潘石屹就笑嘻嘻嘻的,没事 最后双方完成交易 万通就成为北京最早的开发商之一 任志强和潘石屹就建立了十几二十年的友谊,双方心心相惜 成为佳话 我2000年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单位的这个写字楼 就在万通广场 底下是 小商品市场,楼上是写字楼 房子写字楼的质量 真的是 相当不怎么样 不过当时也还行啦 后来我们就搬了 潘石屹的房地产事业的高潮 是1995年,他和他的太太张欣 成立了SOHO中国开始 然后 此后的25年 SOHO中国才是潘石屹 不可磨灭的标签 到了2007年 2007年是潘石屹的人生巅峰 2007年的10月8号,SOHO中国在香港上市 然后 2007年的12月2号 潘石屹当选为 北京市人大代表 然后当年 界外SOHO7期 入伙 然后朝外 SOHO入伙 然后SOHO中国还收购了两项 一个叫光华路SOHO2 还有一个叫SOHO北京公馆 而且北京公馆SOHO 最牛 10月份收购 12月份就开始卖 所以当时2007年 基本上是潘石屹的 巅峰了 然后到了习近平 所以我们讲这个 这个 潘石屹的人事业线,潘石屹的事业线有两个人 一个是习近平 一个是任志强 20 2012年的年底 18大 习近平上台 2013年的1月8号 这个时间很微妙吧 2013年的1月8号,任志强的微博被封 千万大笔,那个时候 任志强 如日中天 封掉 然后中国的政治气候 政治气氛 就开始变化 然后2013年 任志强 不再拿地了 不再拿地了 然后就开始卖 卖资产 14年开始卖资产 14年初,SOHO中国 向金融街出售海龙广场 近安广场两个项目 52亿 9月 SOHO中国向协程控股 开始卖,卖给上市公司很聪明 非常 非常聪明 他们不卖给开发商,开发商之根之底不好卖 直接卖给谁?用户 直接卖给用户 金融街上市公司有钱 要自己的楼 卖给你 然后是这个协程 协程出售 凌空SOHO10万平米 坐价30.5亿 然后是15年 SOHO向复兴集团出售 上海外滩国际金融中心 地块50%的股权 16年 32亿 出售这个SOHO世纪广场 给国华人寿 17年 85.8亿出售上海红桥SOHO 凌空SOHO的剩余物业 2019年 出售两个自产包 一个是78亿出售上海北京13个物业项目 包括旺金SOHO、银河SOHO、建外SOHO、上海SOHO 东海广场 SOHO中山广场 7.16亿出售北京的9个商业项目 共计2583个地下停车位 5年间SOHO中国 出售了300亿的资产 然后如果你算一下 潘石屹夫妇 可以套现多少?200个亿,因为他持有60% 然后加上这次 这次收购的 出售股权 出售股权是120亿 加在一起 潘石屹这过去五年 他们总共手上应该有 仅仅是这些出售 能够套现,已经套现,应该是320亿人民币 这一头呢 这一头呢 在卖资产 另一头呢 潘石屹在美国开始买房子了,2011年 潘石屹先后买了三 在美国做了三项投资 第1个7亿美元 买下纽约曼哈顿广场旁边的港务局长途巴士站 办公大楼 7亿美元 第2个是6亿美元,收购曼哈顿公园大道广场的49%的股权 第3,7亿美元联合巴西财团收购 美国运通汽车大厦40%的股权 合共 投资20亿美元 资金来自哪里 资金来自于 叫City Trust Private Trust Cayman 开曼群岛的一个Limited 受益人,这家是 这家是一家信托基金,这个信托基金受益人 潘石屹 章心夫妇和他们的子女 这是一个家族基金 家族基金 其实他们拥有的这个SOHO中国的股权就是由这个家族基金持有 这个家族基金把股权卖掉 然后收钱 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而此时此刻 潘石屹的好友任志强 已经判刑了18年 我刚才讲 这个潘石屹的事业线有两个人,一个是任志强 一个是习近平 习近平为这个潘石屹的这个在中国的事业线画上句号 而 习近平帮他写句号 任志强 是帮他 推力 那任志强 大家想一下,任志强是北京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叫华远,华远集团,他是他的总裁 然后呢 任志强自己写了本自传 叫野心优雅 任志强也好,潘石屹也好 都能写文章,很厉害 他任志强五年出生在那个中国的高级干部 高干家庭 但是他拒绝承认他是高干子弟 但是鬼都不信 他父亲32岁 就出任辽宁省人民银行的行长,40岁出头已经是副部级干部 然后这个任志强两三岁的时候落户北京,随父母落户北京 文革期间走资派,这都是正常套路 然后69年1月,任志强下放 下放陕西延安县 然后不久,下放了不久 高干都不会下放很久,然后就去当兵了 去当兵,后门兵 任志强最突出的身份 当然一个是这个华远集团的总经理 另外一个他跟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好,王岐山曾经是他的 中学的辅导员 就是任志强是35中 王岐山是他的辅导员,双方他跟王岐山关系好到什么地步 晚上打电话可以打几个小时 所以关系非常的好 那你想一下 任志强他自己是国企房地产公司的 总经理 然后呢 他跟王岐山关系那么好 那意味着什么 潘石屹 跟着他 跟着他有好处吗,当然有好处 所以这是他们的 关系点 但是呢其实呢 当然他们之间也是惺惺相惜,任志强出现在公众面前 是2006年 2006年他跑出来,说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会贫富分区 就是 穷人住一边,富人住一边 他这个言论一出来 这个当时这个舆论就翻了 然后就他成为重视之敌,无数人在批评 潘石屹就上来发难 就是反驳,在写博客,当时流行博客 博客 写一篇博客,叫我不赞成 新城市的建设中 分穷人区和富人区,潘石屹写一篇文章 批评这个 这个任志强的这个观点,任志强反击 一脸写了几篇回击,小潘的无知 小潘洗洗你的脸 然后潘石屹又回击写,谁是最该挨打的人 然后他两个人还跑到这个凤凰卫视 强强三人行 论战 然后就是 那段时间其实呢 任志强就成为 中国网民认为最该打的人就是任志强 但是任志强的那个风格就跑出来,所有人都知道任志强是谁 那么真正发生改变的是什么时候 是2012年到2013年 任志强开始 开始 政治上的言论越来越多,当然这个时候就正好是 习近平出来 建立他的 政治基础的时候 2013年 任志强在北大 演讲的时候 说 学生们联合起来,推倒前面这段墙 重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这任志强在当时的北大的演讲 所以你看一下中国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那么2015年 任志强在出席五十人论坛 五十人论坛是谁建立的 五十人论坛是 刘鹤建立的 刘鹤在他整个的 你看刘鹤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认为刘鹤做的唯一一件 有正面价值,有正面影响的事情 就是 五十人论坛 唯一一件我认为 他在2015年五十人论坛发言,说政府过度强调了 枪杆子和刀把子 反对西方的价值观,文革之风又来了 这是 人大炮,所以人大炮不是浪得虚名的 然后他之前2013年之前 他批评很多很激烈的言论 八容八尺不符合现在价值观 习近平的班子让车轮倒转 军队枪口对内 然后批评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 然后是共产党集权,不合法 然后是当今体制是垄断的皇权 中央集权 骂了很多 到了2016年的二月 中共开始不行了 要反击了 然后就是央视网 写了一篇文章 任志强的炮物线还能有多长 就开始对任志强进行全面打击 这篇文章署名是赵华琪 然后就 引述的 这个导火索是什么 导火索是央视 习近平去视察央视的时候 央视在门口的一个大屏幕上打出 打出这个 标语 叫央视信党 请您检阅 就是一个这样的口号 然后这个 任志强就批评 批评 然后他就说,说这个任志强对党媒信党 的质疑 丝毫不顾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该有的言论底线 彻彻底底出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带路党 真正出问题的是什么时候 是去年 去年三月 网上跑出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其实是批评 批评中共在应对疫情里面严重失职 最后有一句话 这句话没有点名,但是谁都知道他在讲习近平 讲习近平是 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这篇文章把习近平给惹翻了 作者就是任志强 然后7月23号 抓 双规 双规,然后9月22号 任志强就判刑,判18年 2013年任志强的微博被封的时候 潘石屹帮他 帮他去 在他的微博上通知 通知任志强的粉丝他被封了 他写了一段话 1月8号 潘石屹的微博这么说,他说那一年 天下暴雨 一机构负责人打电话给我 潘总,扛不住了,必须封人种的微博 您帮着做做工作 希望他情绪稳定 放下电话,几分钟 任志强打来电话 我被封了 你发条微博 通知我的粉丝 我一时无语 最后说 这样也好 你可以谢谢了 他跟 这段微博非常的经典的 反映了 潘石屹 跟任志强的关系,也反映了当时 政治气候转变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 潘石屹的微博还在 我看了一下 潘石屹最新的微博讲的是这个交易 讲的是他们出售的交易 那么 潘石屹的微博还有2000多万粉丝 然后潘亦 在网上追逃 SOHO中国还能出手 可见 潘石屹 有手腕也有能力 这就是中国商人的处境 所以 大家想一下 中国商人处境是这样子 你做得到潘石屹这么厉害吗,做不到 你就跑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问新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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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对于企业来说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观点 国有四季 忌讳的忌 夺富人之财 夺穷人之命 夺书生之口 夺邻人之信 四季皆犯 国王朝夕 国王在朝夕 目前中共都犯了 我印象中是夺书生之志吧 夺书生之口 不大对 我不知道 大家查一下 提问 他能完成 成功完成这笔交易吗 会不会被某个机构叫停 叫不停 为什么 他在香港 叫不停 情绪 一个蹲大牢 一个贱卖逃命 唏嘘不已 就是这样 我就经常讲 大家要知道 中国是个大国 中国经济很庞大 中国经济起来 不是一日之息 一朝一夕的事情 中国经济起来 花了40年的时间 中国经济才起来 那么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最大的问题 不是在某个地方出现了 状况 中国经济出现问题 首先是从哪里出现 从活力开始 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 他不断的运行的过程当中 他本身有巨大的惯性 他不会说 今天出问题 明天就垮掉 不会这样 他有巨大的惯性在往前跑 就像火车一样 但是你先出问题的是什么 火车先出问题的是 火车头 火车头里面煤煤了 煤煤了火车会不会马上停下 不会的 他只是速度放慢一点 他有巨大的惯性在往前跑 但是你火车头里的人是知道 煤煤了 煤煤了那迟早的火车 火车烧不了锅炉 那就往前跑不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煤煤了 为什么煤煤了 那就是没有人往上加煤 而且有人在往外拿人 跳车 我昨天不断的看到这个一中天 的一段视频 一中天 这个视频可能在十年前 十几年前 他说 移民潮 移民潮都是一些什么人 移民潮都要么就是 财富经营 要么就是知识经营 他说 知识经营 财富经营都走了 走了他们带走的是什么呢 那么带走的就是知识 和财富 那剩下了什么呢 那就剩下的就是 愚昧 和贫穷 那么愚昧和贫穷的时候 那需要什么 就会出现什么 就会出现一个皇帝 为什么 就是越是愚昧 越是贫穷 就越需要一个强权 那么强权 出来之后 就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 更加愚昧 更加贫穷 这就是恶行循环 咔视频就到这里停了 就没有了 我这两天老看的这个视频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一中天先生 真神人也 情况 所在的省各地都出现了官方秘密支持的私人反税公司 这些公司拿着区政府的反税承诺政策 到处拉纳税大户公司落户 反税额从25%到50% 韭菜不够割了 镰刀开始互割 情绪 今天的香港太陌生了 500警搜查 苹果总部 苹果日报的总部 新闻自由奄奄一息 非常愤怒 毫无办法 这已经是第2次了 上次也是800 香港警察 搜苹果日报 这次又搜 然后抓了 5个 苹果日报的高层 这是中共在灭亡的路上狂奔 这是其中一例 提问 王老师感觉现在国内人移民的窗口越来越小 现在护照很难办 出境很难出 是不是国内老百姓 钱和人往外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你要看一下我们去年 去年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出来会越来越困难 钱也好 人也好 都不容易了 所以 尽量的跑吧 我还是觉得 当然人各有志 关键看你的vision是什么 有些人在国内活得很好 他不一定觉得 需要 有些人觉得 我会窒息 我不能 我不能在这里待 所以 如果你有这样的犹豫 那你就想清楚 想清楚了 想做就尽快做 但是你没有想清楚 没有搞明白 就不要轻易做 情绪 潘世纪的跑路和李嘉诚一样 已经没有私企的 私企的空间了 现在中共所作所为 只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 自掘坟墓 作为 国内的一个普通人 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和社会停止 只能自己做好自己 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 力所能及的防范 这个就是墙内老百姓的悲哀 我觉得有两点 经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说我在墙内 我怎么趋利避害 趋利避害老师说 覆巢之下焉有玩暖 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只要你在墙内 那么墙内出的事情 你跑不开 这是毫无疑问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最重要的 我认为就是两点 第一点 保持心态 就是你要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做心理准备 要有些心理准备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就是要做下实际的准备 你比如说 你手上有10套房子 你是不是考虑可以卖掉三四套 准备一些现金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种级别的准备可以考虑 我不是说你得把所有的房子卖掉 没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你是不是卖个三四套 这样手上握着一些现金 这些现金甚至有一部分是万汇 这样防止万一出什么事 你的生活不会受影响 我是这么想 所以 在国内的网友呢 也没有大难临头 也不是说大难临头这回事 太阳照样升起 但是保持好的心态 保持警惕性 做事情保守一点 保守一点 然后就是 不要跟风起后 不要去说服别人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有什么想法就好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这是一个乱世 乱世的处世之道 就是两条 第一条 就是尽量的 尽量的让自己 所处的位置比较安全 第2个 行为上 尽量的让自己不要那么激进 就好了 也没啥 提问 九富悟空理财 美股名称叫9F 预期不还款快一年了 上访威权没有用 请问王先生 九富有什么后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家公司 没有听说过 情况 现在国内在招人去维稳 是怕人民 造反吗 那我不知道 提问 请问王老师 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可能在二三十年内 超过美国吗 或者二三十年内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吗 印度我不了解 真不了解印度 因为对印度关注度不够 而且我关注的媒体 对印度的报道很少 所以 我不了解印度 评论不了 抱歉 情况 大链晶片 已经疯狂了 台湾有网友收到牛奶牧场 在招晶片工程师的要约信 这也太疯狂了吧 提问 王老师 关注你很久 分析很到位 但是朝鲜都倒不了 中共 这么多枪 怎么个倒法 你能猜猜 推演一下吗 没法推演 但是你看一下清朝 清王朝 清王朝那个时候的军队更强 为什么 袁世凯训练的新军很厉害 没有对手 全部都没有对手 那个时候 中国任何一个 地方造反 直接灭掉 新军 按照 袁世凯按照 现代军队设计的一个部队 军队 用现代的方式训练 所以那个时候 没有人能够造反 造反赢不了 但是 清政府一下子就垮了 所以跟枪杆子关系不太大 而且现代社会的变化和以前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你看看 天荣革命 看看 最近发生的阿拉伯 在东欧发生的一些事情 现代社会的变化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它已经发生 现代社会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提问 请问黑石等华尔街资本 为何选择这个时候加注中国 来晚了 没看到完整的内容 已经解释了 请略过 没有解释 我觉得是黑石是捡了个便宜 你想一下 SOHO中国它的资产是八大项目 这个八大项目值多少钱 我觉得值七八百亿 没有问题 可是他花了100多亿港元 120亿就给收购了 就不捡了一个大便宜 所以100多亿买下来 这是大便宜 这是个大便宜 提问 潘石屹疯狂收购美国产业 是否和山东某民企 收购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一样 带着任务 你这是污蔑 潘石屹带什么任务 潘石屹都逃命了还带任务 这明显是污蔑别人 山东某企收购达尔文港 那是有任务 潘石屹 潘石屹都给别人踢出来 他都要逃命了 他怎么有任务 而且 他总共才买了20亿美元的资产 这叫疯狂吗 对你来说很疯狂 对他来说根本不算 情绪 今天美国记者问普京 中国武统台湾的时候 普京差点笑差气 中共这么想象 普京的表现说明中共也耳道 是 普京明显是辱华了 辱华了 这个中国这么捧他 他却这么去嘲笑中共 简直是泄露中共的国家机密 为什么 为什么普京发出这种笑声 我觉得 第一 他肯定觉得这不现实 这件事情不现实 就是 中国大陆武统台湾这件事情不现实 但是不现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能力不够呢 还是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么嘲笑让很多人 让很多这个叫什么 让很多国内的网友 这个玻璃心又碎了一地 情绪 相信好多人和我一样想逃 但脚好像生了根 父母兄弟姐妹老孩子顾虑太多 对异乡的恐惧 非常佩服那些中年却毅然决然的朋友 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 你想一下 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十几二十年 甚至是二三十年 那你在这里有很多的 你有你的事业 有你的家庭 有你的朋友 有你的各种基础 我们叫社会支撑系统 一个人在一个社会中生存 他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支撑系统 那他在这个地方才能安心生活 那你把这个社会支撑系统整个的剪掉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重新建立 然后你英文还不好 还不熟悉 还不了解当地的情况 你会产生恐惧 这非常的正常 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经常讲 就是说 移民是一件家庭的决定 不是个个人的决定 是家庭的决定 这个家庭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他们有什么样的愿景 他如果没有愿景 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如果他有愿景 他建立个怎样的愿景 然后 对这一头他有多大的 推动力 这一头有多大的吸引力 最终才能改变 改变什么 改变他对 这件事情的看法 他才能够下决心 所以没有做好准备的人 不要轻易做这个动作 只有做好了准备 才能做这个动作 这个很重要 这个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 因为我见了太多 太多那些匆匆忙忙 就跑出去的人 当然年轻人没关系 大学毕业才两三年 跑就跑了没关系 好男儿子在世方没关系 但是如果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你 40来岁 这样的身份的时候那就真的要慎重 真的要慎重 不能够做 没有准备好的事情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